今年降雨创历史新地 市门水库蓄水量一直没过半 除了呼吁用水大户解约用水 限制灌溉区域 桃园市也开放七处水资源回收中心 每天提供八万吨的放流水 欢迎民众与企业团体取水使用 那以旱季到目前来讲 从去年十月我们整个水资源回收中心 已经取用了三十四万吨的一个水 那这个三十四万吨的水 也让一些其他原来水库的水源 那龟山目前来讲 在从旱季以来也大概取用了 已经有将近五万多吨的一个回收水 桃园市近年全力推动回收放流水 桃园的回收放流水每吨只要2.67元 比自来水还便宜 而民众来取水只要自备容器 也不需要付费 但水务局还是提醒大家 放流水虽然经过过滤 但还是不要接触皮肤跟饮用 其实像一些公司航号或是相关工地需求 我们建立还是请比较大的一个水车 那直接我们也有快速接头 可以跟水车的取用口衔接 那这样子会 我们提供的都是一切很便利性 那另外有一个叮咛就是 如果民众在取用回去以后 这些水源尽量不要用来做 直接跟身体接触 或是食用到我们人体里面 水务局提醒民众取水时 务必自备水容器 企业团体也可以开水库来取用 现场有提供多种接头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取水使用 一起抗旱接水 记者来为一条银报道